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左派 老打了左 最近娱乐圈的震动很大 然后吴亦凡的新闻吵得沸沸扬扬的 作为一个移民顾问 我听到吴亦凡的事 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听到他是加拿大人不是吗 我第一反应他是PR还是公民 如果他只是永久居民的话 我想到的是如果他强奸罪定罪 在加拿大最高量刑是超过十年的 如果可定罪最高量刑超过十年的话 他有可能由此失去PR身份 但是后来听说他是公民 那他是公民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是 加拿大对于所有的海外公民 在海外被逮捕的情况下 加拿大有一个机构叫 Global Global Affairs 会为这个人提供领事服务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享受到加拿大 为公民在海外犯罪提供的领事服务 所以这一期我们移民 聊一聊永久居民跟公民的差别 到底是入籍好还是保留永久居民好 累死我了 容我把这颗球打完 这是喘 喘口气 对我再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球打得真结实 好球 哇塞真结实 过了 对 这打得太结实了 我先说说保留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而不入籍的好处 永久居民身份最大的好处 是往来加拿大和你的国籍所在国 一般比如说加拿大跟中国 两边往来的便利性这是最高的 因为你回中国 你作为中国公民 你走中国公民通道也不用签证 而且通关很迅速 作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你回来加拿大跟公民走一个通道 所以不需要签证 两边往返的便利性 我觉得第二个便利性是 你几乎是同时享受两个国家的国民待遇 作为中国公民 你可以享受在中国的医疗养老社保 这一系列的国民待遇 子女就学 买房 等等等等 而作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你如果在这边有小孩 你一样享受这边的小孩的牛奶金 如果你在这边失业 你享受这边的失业保险 一些其他的国民待遇 第三个好处我认为 永久居民的身份 可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 如果有一天你决定回国发展 你大可以放弃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那么永久性的回国发展 但如果你有一天决定说 我不再回国了 我要留在加拿大 那你就可以入籍拿到加拿大的公民 所以你的选择非常灵活 等一会忙完了 我再接着讲公民的好处 这一栋我打加二 输了 这是今天输的第一栋 嘿嘿嘿 然后 我先看往哪边走啊 搞清楚状况在 好像是这里 说完了永久居民的好处 我来说说入籍以后 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好处 我想最一个最大的好处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是选举权 也就是说作为加拿大公民 你有投票选举的权利 这个权利其实还挺重要的在这边 第二除了选举权以外 加拿大公民可以从事一些敏感度比较高的工作 这个是限制的 第三呢 作为加拿大公民呢 你在出入境的时候享受公民待遇 虽然你跟永久居民都是从同一个入口入境 但是公民在入境的时候 CBSA是不会做任何盘查 他没有这个 没有这一项任务 但是永久居民入境 依然会受到CBSA的盘查 第四呢 作为加拿大公民呢 你在海外享受加拿大领事保护 当然作为中国公民享受中国领事保护 而且中国这几年在撤侨啊 各方面做的特别好 比加拿大还要好 所以这也很难讲是个优势 第五呢 如果你长期往返中国加拿大 那你就有一个能不能住够时间的问题 如果你成为加拿大公民以后 你就不用担心住不够时间 永久居民住不够时间会失去身份 而加拿大公民 你在海外 你永远住 永远都不会失去加拿大的身份 你只要取得中国签证 你可以在中国长期居住 所以这也算是公民的另外一个好处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违法犯罪等问题失去公民身份 失去 对 如果是永久居民 我刚才说过 如果可量型 最高可量型达到十年 或者实际量型达到六个月 你就会失去永久居民身份 所以这个就是公民的好处 那到底你应该是入籍 还是保持你的永久居民身份 这个就看你的个人需求和个人情况了 所以移民这件事是一件人生大事 做选择需谨慎 但是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第五栋 第五栋多少 第五栋